2022年北京冬奧火具和往界不同 不采用液化天然氣或丙軟等氣體作為火具原料 而是首次使用氫氣 在燃燒時只會產生水,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可以實現完全的零排放 在奧運史上具有或時代的意義 實現了奧林帕精神的同時 也真正體現了北京冬奧會綠色、低碳以及可持續的原則 北京冬奧一共有1200名年齡介乎於14至86歲的火具手 參與火具傳遞 覆蓋北京以及鄰近張家後市的三國菜區 當中更有機械人參與 火具的燃燒系統是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設計 解決了火具的高可靠性、氫氣火焰的素形、常識 以及安全利用問題 一眾工程師為設計火焰的形狀作出了艱苦的努力 燃燒系統經歷了數百次測試 以確保冬奧性火是強風、大雨、低溫、高海拔 甚至ラ 汽水低等的惡劣環境都可穩定可靠燃燒